大家好 欢迎收看英家TV 我是不聊 这个课堂是讲关于财务自由 退休和年轻退休 上年40岁 我开始了财务自由的生活 没上班已经一年有多 我感觉到每日充实 快乐 健康 看完一定会令你终生受用 一定要看到最后 之前7集 提到如何在金钱游戏里面胜出 达至财务自由的大原则和方法 在这一集课堂 我想讲一些虚小小的东西 今天想讲关于金钱 在人生里面重要性的反思 大家每日都努力上班赚钱 但有没有想过 钱对你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 或者在人生里面 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比钱更加重要的呢 今年1月底 日本歌手邱莉有一首歌叫做《一百亿》 歌词头几句是这样的 有位老人曾经跟你说 让我买你 正下来的寿命 用50亿 来买你50年 只因为这位老人家 想重启他的人生 歌词里面很有意思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 你可以假设 这位老人就是李嘉诚 或者巴菲特 他们今年分别是94岁 和92岁 身家分别拥有大概3000亿港币 和1万亿的港币 他想用他一半的身家 即是几千亿 和你交换你的身体 你愿意吗 即是你将会拥有用不完的钱 在愚下的人生里面 享受任何最高级的物质享受 不过 由于你同时变成拥有一位老人家的身体 可能或多或少都带有病痛 有些东西 可能你做不到 或者享受不到 你愿意吗 我自己想了一阵 假如我是一个70岁的伯伯 就算病痛又没钱 住劳房的同时 又没人照顾 两位富翁的身体比我更要好 当然是交换啦 能够自己走路 打糕与库 吃汉堡包 比我的生活不知好几多倍 短二十年命 减少二十年痛苦的日子 还换了可能可以享受一段时间的极尽富贵生活 怎样都好过我现在 换一下身份 如果我是一个二十多岁 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呢 我可能会想 我现在最喜欢打机 跑步 试试女仔 如果变了九十多岁 可能有老花 有手脚慢 可能我想做的事都做不到 拿个法拉利或者帮跑出来 我这么老 外面的女孩都未必展示我 虽然说有钱人可以找很多女孩回家开P 虽然说老而离坚 但都可能有心无力 享受不了男女之间的爱情和激情 而且 可能交换了之后 可能剩下不太久的命可以享受 真是很难想 很矛盾 你不是二十四小时无时无刻都在想怎么赚钱的吗 这一大好机会放在你眼前 为什么你会这么矛盾呢 矛盾是因为 刚刚你已经说出了两样 在你人生中 可能比金钱更加重要的东西 就是健康和时间 不如我们来计算一下 你的身体或者健康的价值 十几年前 内地有一位17岁的男孩 用2万2千人民币 卖了自己的腎 然后买了一部iPhone4S的电话 十几年后 现在29岁的他 原本是身高米9的阳光少年 现在被列为重度伤残 只能够终入分量病床上洗腎 不单止中断了学业 还没办法去工作 日常的器具任职 全部都要靠家人的照顾 范范来问你 你愿意用多少钱 才会卖你身体上任何一个部分 一双手 一双脚 眼耳口鼻 心肝脾肺神 十万 一百万 一千万 一亿 还是十亿呢 我上网看到一些文章 是关于美国传媒 揭露器官黑市买卖的价目表 一个腎状 差不多值两百万港元 即是那男孩 卖便宜了99% 另外 一个心脏就价值九十三万港元 但竟然双眼只是值一万二千元左右 我自己就觉得 我双眼和腎都其实一样重要 如是者 那篇文计落整个人加起来 价值就差不多四千三百万美金 折合 就是3.35亿港元 即是你们每个人 本身已经是亿万富佣 而如果你说 多少钱我都不买的 那就是说 即是你现在鲜都不鲜下 身无纷纹 穷到孔 你的身价 都比起无数的金钱重要 希望你可以记住这一点 我们再讲一下时间的价值 正所谓 一串光阴一串金 串金难买串光阴 上天最公平的是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 有钱人拥有的时间不会比你多 大家一日都是拥有24个钟头 最有钱的人 他的医疗可能好些 一生可能都只是一百年 金钱在你人生中可以越来越多 但是你的时间 就只会好像蜡烛一样 越来越短 越来越少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独一无二 即使你去旅行 和其他人去旅行的时间长短一样 但是你的经历 和感受可以和其他人很不同 将上面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一起说 就得出 大家以前可能曾经听过 但是成人不记得的 时间 金钱 健康 关系图 年轻人有时间 有健康 但没钱 中年人有健康 有金钱 但是很忙就没有时间 而老人家 就有钱 有时间 但是没有健康 最理想的状态 就是有金钱 健康 又能够提早财务自由换取时间的中年人 在足够的金钱 时间和健康中间取得平衡 去享受生命 和自己想过的人生 特别在香港 一个金钱挂岁的社会 金钱好像比什么都重要那样 但是我希望大家 在不断用自己有限的健康和时间 换取无限金钱的同事 停一停 想一想 什么才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 到某一个阶段 就需要在三者当中取得平衡 在这里 我想分享一下我爸爸的故事 我爸爸二十多岁就由潮州来到香港 高中毕业 在那个年代 已经算是高材生 但是因为来到香港言语不通 又急着要赚钱养家 就做了一个普通工人 一做就几十年 人工很低 可能是一般人工的七成 折合今日 当人家在赚2万元的时候 他就大概赚1万4元左右 几十年 潮州人的性格 节衣缩食 几十年来 茶都没什么怎么喝 连飞机最多都是坐过三次 时光飞逝 到他65岁退休 好像终于等到 自己可以安享晚年的日子了 但退休几个月后就传来恶号 验出了癌症 最后顶了三年就过了身了 这个故事 想给一些有钱 但是每日仍然想赚更多钱的人 两个大的信息 第一个是 一般人到死的时候 大部分的钱 都是不会用得完的 可能是人生中 五成赚回来的钱都会剩下来 更夸张可以说是 八九成的钱 都会剩下来没用 很大的原因是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有多长命 一直都会害怕 手上的钱不够用 所以生前即使很有钱 都仍然想不断赚钱 即使很有钱地退休 都会很折弱地去用钱 即使到你死之前那一刻 剩下来的钱都是浪费了 换句话说 你之前用来换这些钱的生命时间 和健康 可能是十年 甚至二十年的时间 都是白白地浪费了 假如你今天一早知道将来会这样发生 你会不会将部分年轻的时间和健康 不去赚钱 而是去做你心里渴望已久 想做的事情 我鼓励你 你去做吧 第二点想说是有点老土 就是差不多时间的时候就要及时行落 三十岁和七十岁去旅行的体验 你想到都会很不一样 二十几岁没太多钱 我睡觉会睡火车 住青年女社适合朋友 折顺风车一天可能徒步行六七个小时 到了四十岁的我 钱多了一点就会选择轻松一点 安全一点 选择住酒店和自己租车 想多一点享受 很多事情不能等到万事俱备 当你等到万事俱备的时候 原本很多想做想试的东西 可能都同时间变了味道 梦想环游世界登山之旅 但到有钱的时候 可能已经不够气力 周身风湿骨痛 还哪有可能四处登山 所以当你相对足够的时候 就去做你想做的事 我想人生最好的就是 到死的时候刚刚用完所有的钱 到又差不多足够金钱的时候 就不要将全部的时间和健康去继续换金钱 因为时间和健康都是有限 比起金钱更加重要 如果只是不断赚钱 就好像回到第一个问题 我用几千亿去换你几十年的时间 你愿意吗 除了钱 会不会有一些东西 是我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做的呢 金钱对我来说是自由和选择权 我本身有很严重的选择困难性 当有些钱的时候 why not both 选择不去选择 都是一种选择 我没有上班 这一年我妈经常跟我说 快点去找工啦 没做了一年东西 几十万就没了 为什么香港人上班赚钱是这么入骨入血的呢 打风又要上班 地铁停洗又要上班 除了实际是窮啊 其实大家内心都很不安 向你一刻 我又想起我爸爸的故事 我就跟我妈说 行了 我用优理一百亿后半段的歌词来做总结 我跌生而在世的时间 肯定有着超过一百亿的价值 仅仅是生存在这个世上 已经赚到了 我爱这个充满可能的当下 无论描绘着什么的梦想 无论拥有着什么的恋情 都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绝对不是可以轻易让给他人的 我不理一再停滞不前几十次都好 即使是这样 我都不会放弃 我生而在世的理由 就应该只是由我来决定 我们这一刻仍是生而在世的时间 绝对不可以变成廉价变卖的东西 希望你能够做出不给自己后悔的选择就好了 加油 坚持 继续努力 加油 坚持 继续努力 今集讲到这里 有任何关于这一集的问题 或者财务自由的问题 都可以留言给我 记住share给你身边的朋友 给个like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下集见